baby bus 爆笑泡泡 你跑不掉了 住手 警察 来得正好 让你们试试我的爆笑泡泡 有了这个爆笑泡泡 就再也不怕警察了 这是什么 看起来好好玩哦 可以开始我的计划 小朋友跟我走吧 救命啊 住手 警察你们真的来了 看我的爆笑泡泡 出击 我的爆笑泡泡呢 哪里去了 可恶 我跑 站住 啊 要是爆笑泡泡没有丢 我才不怕你们呢 奇怪 跑哪里去了 可恶 等我找回爆笑泡泡 等我找回爆笑泡泡 要你们好看 哟呼 超了我 怎么笑的全部下来了 我的假第十ah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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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到处都找不到 我的爆笑泡泡 到底掉在哪里了 我接不来了 爆笑泡泡 在那里 快把爆笑泡泡还给我 那是我的 这是我捡到的 还给你 不要对我 这可不是小孩子的玩具 既然你送上门来 那就跟我走吧 林内阳 进场 我找到了爆笑泡泡 再也不怕你们了 看我的 大家小心 чер poured下一为例 有了 我 vocal vog 危险 怎么回事啊 这泡泡会让人发酵 快置举林灵阳 看我的 让你们看看超级大泡泡的厉害吧 泡泡太大了 快来帮忙 来了 可恶 被泡泡了 我的兔子笑得好痛啊 跟我们回警局吧 安全警长 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 路边来历不明的东西 千万不能捡哦 哪怕是看起来 新奇漂亮的东西 也可能有危险 随意触碰 可能会带来伤害 如果看到 路边有遗落的东西 可以让大人来处理 大家记住了吗 喜欢我们 记得点这里按赞哟 假问卷真诈骗 只要填写调查问卷 就可以免费得到玩具 真的吗 我填 大家记得填上住家地址 和电话号码 也好了 谢谢 谢谢 这是你的 你的 你的 再见了 上当了 我家来电话了 好巧 我家电话也响了 我的比较快 我才不会输给你 小兔子 小鸭子 是你 跟我走吧 对啊 哪不哪多警长呀 我们只接了个电话 孩子们就不见了呀 快帮帮我们呀 放心吧 没有我拉不拉多警长 解决不了的案件 你们最后一次见到孩子们时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院子里 玩遥控飞机 这里有个遥控飞机 遥控器 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 两架一样的遥控飞机 对啊 这是我们填调查问卷送的呀 调查问卷 填的是什么资料 家住在哪里呀 家里有哪些人呀 电话号码呀 都是隐私资料 有些坏人 就是利用调查问卷 骗取隐私资料 进行犯罪的 还有谁填了问卷 还有五味熊家也填了 糟糕 小五味熊有危险 马上去五味熊家 电话响了 小五味熊 你是调问卷送礼物的漂亮姐姐 对呀 我有个礼物忘记给你了 还有礼物 跟我走就知道了 住手 又是你 林林阳 警察 快跟我走 我的孩子 这可怎么办 快追 鸡下手臂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到林林阳 看我的 狗狗飞行套装 出发 杜冰 注意控制好方向和速度 终于稳了 任务终于成功了 快停下 快停下 什么 居然追上来了 看招 好车 你们一百年也抓不到我 太可恶了 太可恶了 杜冰 小蝶 我有一个计划 需要你们吸引他的注意力 小刀 没有 守启 有一个计划 呵 糟狠 梭妍 ʻ 不 吉他 你actyl 没事吧 宝贝 老闆 老闆 � 别得意的太早了 任务失败了 好可怕 我们以后他也不随便天心要查问卷了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 很多骗子通过填写问卷送礼品的活动 来收集我们的隐私资料 进行诈骗或者犯罪行为 所以在填写问卷时 一定要提高警觉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问卷调查 大家记住了吗 小心碰瓷宠物诈骗 哇 美味的冰淇淋 起砖蝴蝶吧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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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怎么了 你家的卢卢咬了我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好痛好痛 卢卢咬的我好痛啊 可是我家的卢卢从来不要人啊 你看这就是证据 那我送你去医院吧 不用 给我赔偿我自己去就好了 赔偿 要多少 赔偿好贵啊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赔给他了 又有新目标了 你们发生什么事了 我家的卢卢从来不咬人的 可是刚才却咬了一位爆炸头的阿姨 我们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赔给他了 我也是 都咬了爆炸头的女士 这也太奇怪了 你们的鲁鲁都没有牵绳 这是很危险的 看来坏人可能就是利用这点 来进行碰瓷诈骗 我们以后一定就好牵绳一声 我们马上去调查清楚 焉糕我们眼 há ward кв 但是我们筹轻的 揹灵 也是 适当你 Farmer 这帮都不在的 多地眼 모든人的猪人 拍照 给掌揹 这个有季牵引绳 这个也有 机会又来了 你没事吧 你看 你家的露露梅迹牵引绳把我咬成这样 怎么会没事 你看 我们可是有牵绳的哦 我不管 就是这只咬的 你们要赔钱 你确定 就是它 可是这只老的连牙齿都掉光了 怎么可能咬你呢 什么 反正就是你们的露露咬的 好痛啊好痛啊 你一定有赔偿我 彩色笔 好痛啊 干嘛 你的彩色笔掉了 你的伤口根本就是画上去的 警察 你用食物引用宠物噜噜噜靠近你 在伪装城被咬伤进行诈骗 跟我回警局吧 居然被试破了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住灵灵羊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住灵灵羊 又是你 又是你 古达 我不是你哦 这招对我无效了 可恶 小蝶 小蝶 快走 琉琉 跟我们回警局吧 又失败了 安全警长 马上开奖 小朋友们 带宠物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系好牵引绳 看好宠物哦 牵引绳可以避免宠物乱跑受伤 和务实不干净的食物 也能避免宠物伤害到别人 优良四主 从我做起 大家记住了吗 小心冒牌老师 最近有骗子在社区诈骗 我们要提醒大家提高解决 你的游戏机 我们回家玩游戏了 小心 拉不拉多警长 真是太感谢了 不客气 对了 最近社区有骗子出没 千万要注意别上当哦 有骗子 如果有陌生人上门 一定要小心哦 我们再去通知其他人 诈骗高手 陪我莫属 就这家了 谁啊 您好 编写这份问卷就能免费获得光彩哦 最近社区有骗子出没 千万要注意别上当哦 抱歉 我不需要 可恶 怎么又没有上当 你好 我是绵羊老师 绵羊老师 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快请进 老师家访 我想到办法了 谁啊 天呐 真是对不起 怎么这么倒霉啊 你还好吧 没事没事 你是 我是幼儿园的灵灵医师 那我们怎么没见过你啊 我是新来的 老师好 这是幼儿园发的资料 需要你影音一百份哦 一百份 这么多 辛苦你了 不会不会 我马上就去 爸爸 我们还想玩游戏 玩游戏 玩游戏 爸爸忙 老师陪你们玩 我们来玩蚂蚁搬家的游戏吧 谁想当小蚂蚁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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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师真好 这老师真好 终于上钩了 假扮老师这招果然好用 最近社区有骗子出没 大家千万要注意别上当哦 我们知道了 老婆的路请找 都看不到路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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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雁爸爸 你怎么在这里 还影音了这么多资料 这是新来的玲玲老师让我影音的 新来的玲玲老师 你怎么在这里 对啊 他刚来我家家访 不过我的孩子们都没见过他 糟糕 他很可能是骗子假扮的 啊 不会吧 他还在我家帮我带孩子呢 快去大雁家 让老师看看 哪只小蚂蚁搬得又快又好 是我 是我 真棒 真厉害 终于搬完了 接下来老师带你们去游乐园玩 上车吧 好耶 爸爸还没回来 我要等爸爸一起去 我们也要等爸爸 少啰嗦 都给我上去 搞定 糟糕 是警察 爸爸 爸爸 我的孩子 快追 你 前方车辆 别急靠别停车 别想追上我 我新买的游戏机 我新买的游戏机 好厉害啊 我新买的电视 怎么办 追上来啦 怎么办 追上来啦 要撞上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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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老师老师是骗子 爸爸以后一定会更加小心的 零零营 又是你 跟我们回警局吧 安全警长 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 一定要小心陌生人 陌生人可能会假扮成各种身份的人 来进行诈骗 比如快递员 维修人员 甚至还会假扮成老师 我们一定要小心 随时保持警觉哦 假扭蛋真诈骗 超级扭蛋机 只要扭一下 就有机会抽中大奖哦 哇 好酷的飞机 我想要这个 那快来玩吧 飞机 飞机 不是飞机 别灰心嘛 再抽一次一定能抽到 哦 啊 怎么又不是 这次一定是飞机 好重 怎么是冲袜子 可能是放错了 你再试试看 这次一定能拿到大飞机 我没钱了 等等 没钱了 还可以拿家里的东西来兑换抽奖哦 真的吗 我马上回来 上凳了 快来玩超级扭蛋机 百分百中奖哦 我要玩 我要玩 我的存钱筒 我的化妆品呢 我的家具呢 这次我一定要抽中 小心 小鼹鼠 你的东西掉了 小鼹鼠看起来有点奇怪 我们快跟上去看看 我们快跟上去看看 小鼹鼠看起来有点奇怪 小鼹鼠看起来 小鼹鼠看起来 扭蛋机 我来了 大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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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没扭到 我也没有 怎么都扭不到我们想要的玩具啊 我可以继续扭蛋吗 哦 哇 哇 可以可以 这些游戏代币给你 我去给你补更多的扭蛋 让你一定能扭到玩具飞机 太好了 别着急 很快就好哦 这个老板鬼鬼祟祟的 很可能有问题 我们过去看看 小孩可真好骗啊 好臭 你们是扭不到大奖的 只会扭到这些没用的东西 他在干嘛 小蝶 让小云吞去看看 是怎么回事 去吧 小云吞 吞吞 今天要狠狠赚一笔 吞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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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扫描 吞吞 扭蛋机里有一把锁 原来装有玩具的扭蛋 都被锁在上面了 吞吞 rebo 吞吞吞吞吞吞啊 不是不是也不是啊 怎么都是飞机 这个扭蛋机是不是坏的呀 什么坏的 再胡说八道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住手 警察 小鼹鼠说的没错 这个扭蛋机确实有问题 你们都被他骗了 原来真的有问题 你有什么证据 大家跟我来 小爹 交给我吧 吞吞开门 吞吞 大家看 有玩具的扭蛋都被锁在上面了 没错 你们只会抽到 下面这些没有玩具的扭蛋 大家看 原来我们都被骗了 骗子 你是骗子 你涉嫌诈骗 跟我们走一趟吧 小心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到零零羊 变身 就是零零羊在抖乱 站住 不敢 尝尝我的厉害吧 既然没用 我还有更厉害的 拜拜啦 好臭 小蝶 快用空中飞狗 空中飞狗 你的扭蛋还给你 好臭啊 安全警长 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 我们要小心坏人利用抽奖活动 来进行诈骗 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 不要沉迷 避免上当哦 低价旅行团 哇 好酷啊 哇 警长 你穿成这样 是要带我们去旅游吗 接到检举 最近有个旅行团诈骗游客 我们今天的任务 就是假装游客去调查 收到 出发 旅游团大特价啦 美食大餐 豪华游轮 还有传说中的独角兽 快来看看呀 独角兽 独角兽 一个人多少钱啊 只要八十八 马上就出发了 出发出发 好便宜 还有这种好事啊 我们要去 还有我 别挤 别挤 按计划行动 等等 我们也要去 嘿嘿 又来几个上当的 嘿嘿 又来几个上当的 欢迎欢迎 快上车 我们马上出发 各位旅客 你们好 欢迎来到美丽的五星级风景区 斗尼湾大草原 斗尼湾 斗尼湾 看好咯 独角兽马上就要登场了 耶 独角兽 嘿 哇 啦啦 啦啦 这根本就不是海报上的独角兽 一模一样呀 不算是热情了一点吗 好痛啊 独角兽真是太热情了 接下来还有豪华自助餐 大家跟我来 哦 肚子好饿 也许自助餐会不错 走 可恶 居然用宠物洛洛 假扮成独角兽来欺骗游客 我现在就去抓住他 等等 先别急 我们再收集更多的证据 快跟上 好花大餐来咯 君情享用吧 大餐 这能吃得饱吗 有小虫 哪里有 哪里有 你养花了吧 怎么不见了 有虫有虫 小虫 走开走开 欢迎来到豪华大邮轮 现在就到了这趟旅程最激动人心的环节 游船喂鱼 现在购买鱼饲料 一罐只要999 小虫 这也太贵了吧 不贵不贵 看 这些鱼是多么的可爱 没想到这些鱼也这么热情 你们快来买吧 太危险了 我们不买 我们也不买 我也不买 不买 不买就给我下船 原来这个低价旅行团是骗人的 你们买就买 来 兔子妹妹 谢谢你 是时候逮捕这个骗子了 是拉布拉多警长 你们 你们竟然是警察 你利用低价旅游团欺骗游客 所以正都在这里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到铃铃鱼 就是铃铃鱼 看我的 我的 你跑不掉了 可恶 看我的 我的绝胶 还是看我们的嘛 这么厉害 跟我们回警局吧 安全警长 马上开奖 小朋友们 有的坏人 会以低价引诱游客 加入旅行团 然后在旅行过程中 以各种手段 进行强迫消费 甚至 威胁到游客的安全 大家要提醒爸爸妈妈 不要轻易上当哦 好 造谣者 西瓜真好吃啊 我的肚子好冻啊 你怎么了 我不小心吃下了西瓜子 西瓜子在我的肚子里长出辣西瓜了 好 不可费 不可费 我想起来了 听说公园后门 有个很厉害的羚羊农夫 他能让肚子里的西瓜消失 我要赶紧去找他 怎么办怎么办 我们也把西瓜子吃进肚子里了 快去找羚羊农夫 快别吃了 吃下西瓜子 肚子里会长出大西瓜的 像这么大 那怎么办 快去找羚羊农夫 农夫 快去找羚羊农夫呀 等等我 苍鼠弟弟 发生什么事了 别吃西瓜子 西瓜子吃进肚子里会长出大西瓜 然后疯的一声爆炸 你就会像火箭一样飞上天了 不用担心 西瓜子吃进肚子里 只会跟着便便拉出来 不会长出大西瓜的 原来这是骗人的 这是谣言 不要轻易相信哦 大家听了这个谣言 都去找羚羊农夫治疗了 找羚羊农夫治疗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你先回家 我们快追 变身羚羊农夫 羚羊农夫 我们肚子里长习惯了 快帮帮我们 大家别挤 我马上带你们去治疗 快到了吗 快到了吗 我吃得最多了 我的肚子是不是要爆炸了 吃西瓜子会长西瓜这种谣言 你们都能信 实在太好骗了 可是刚才我们明明看到 那个姐姐的肚子变大了呀 你是说像我这样吗 是气球 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姐姐 我们都被骗了 警察 救命啊 救命 他们都在冥方车上 是来不来都紧张 快救救我们 什么 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看我的 你们别想抓到我 我的肚子好臭啊 好臭 肚子舒服多了 太臭了 我得赶紧溜 我得赶紧溜 来都紧张 不用怕 你们现在安全了 小蝶 你留下来保护小朋友 杜兵我们追 站住 站住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到林丽阳 你 怎么办 怎么办啊 大西瓜 有办法了 可恶 又让它逃走了 猪 它就躲在西瓜里 就把它抓出来 不用着急 西瓜吃多了一定会胀气 它很快就会自己出来的 肚子好胀啊 灵灵阳 跟我们回警局吧 小朋友们 有些坏人会故意编造传播假消息 让别人上当 当你听到别人散布的消息时 要先认真的思考和分辨哦 实在不能分辨消息的真假时 可以问问父母或者老师 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和传播哦 玩偶陷阱 玩偶陷阱 小朋友要玩偶吗 免费的哦 等一下 真的免费送吗 哦 当然了 喜欢可以多送你几个哦 来 送你 这些都送你 太好了 奶奶 我来开门吧 该睡觉了 没想到吧 你们已经被我监视了 晚安 我的小宝贝 晚安 独角精 鸭子家睡了 可以动手了 我寄的密码是这样的 成功了 这个拿走 这个也拿走 想上厕所 你是那个送独角精玩偶的姐姐 居然被认出来了 跟我走吧 拉不拉多警长呀 我家不说快得好好的 东西都被偷了 小鸭子也不见了 你一定要帮帮我呀 放心吧 没有我拉不拉多警长 解决不了的案件 我们先勘查一下现场 窗户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电子门锁也是好的 那小鸭子 到底是怎么不见的 奇怪 总觉得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我 毒兵 毒兵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怎么没有这么多独角精玩偶 都是路边的一个女孩曾送的 路边 玩偶的眼睛看起来有点奇怪 小蝶 快检测一下 检测结果出来了 玩偶的眼睛里装有监视器 什么 监视器 那我们家的警况都被拍下来了呀 都检测完了 其他玩偶里也都有监视器 太可怕了 看来坏人是通过玩偶里的监视器 监视到了门锁密码 开门进来 带走了小鸭子 小蝶 追查控制监视器的讯号来源 没问题 找到了 在娇区的玩偶工坊里 我们快过去 今天真是收获满满的 这是哪里 好可怕 我要回家 回家 你回不了家了 奇怪 垃圾桶怎么会动 我去看看 好臭啊 我还是先回去吧 快跟上 快跟上 不 我要回家 救命啊 现在连警察都救不了你了 谁说的 警察 站住 拉不拉多警察 没事吧 站住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到林立阳 快 快请中间跳过去 这次我是一个够密的我 看你们怎么逃 大家快趴下 可恶 又躲过去了 看我呢 什么 怎么办 怎么办 仰脚是关键 我们快上去 好 好 这是在干嘛 一二三 走 好 走 没路了 林灵阳 跟我们回警局 安全警长 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 有些坏人会在玩偶里装监视器 对拿到玩偶的人进行暗中监控 实施犯罪行为 记得提醒爸爸妈妈一定要提高警局哦 超能力糖果 我是超人 小心 要是我们能像超人一样 就能咻的一下跳过去 不会摔倒了 只要吃下我特制的超能力糖果 就能跑得和闪电一样快 再也不会摔倒了 跑得和闪电一样快 骗人的吧 那就让你见识见识 不见了 闪 我闪了 难道真的有超能力 我想超能力糖果 糖果可以给你 不过需要很多钱 我知道了 够吗 不够哦 那我的玩具也给你吧 这些够了吧 那就给你三颗糖吧 好的 哇哦 嘿嘿嘿嘿 好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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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我们现在一定有超能力了吧 当然 我们现在可以跑得比蜻蜓还快 嘿 别追 有状况 猫牛爸爸 你们为什么要追蜻蜓啊 我们刚才吃了超能力糖果 想试试能不能追上蜻蜓 世界上是没有超能力糖果的 可是那个人吃完糖果后 确实跑得超级快 对啊 他就像闪电一样快 咻一下就到这 咻一下就回来了 能给我看看超能力糖果吗 这只是普通的糖果 不是吧 如果是假的 那我的损失可就大了 糖果是在哪里买的 就在那边 猫牛爸爸 你快去医院治疗 我们过去看看 我们装成普通人的样子去看看 他到底会耍什么花样 你看我的打扮 是不是超帅 好痛啊 怎么好好的就摔倒了 只要吃下我特制的超能力糖果 就能跑得像闪电一样快 再也不会摔倒了 这又这么神奇吗 当然了 吃了这个糖果就能快如闪电 我闪 闪 闪 我是不是眼花了 不可能有超能力吧 不吃 那就再让你们开开眼界吧 他一定有什么骗术 你们快去他刚才出现过的位置 不闪 不闪 闪 这下你们相信了吧 是警察 凌凌扬 又是你在诈骗 所谓的快如闪电 只是和你长得一样的同胞姐妹 躲在不同的地方 一次出现 居然被你看穿了 你以为只有我们三个吗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到驴羊 快追 我们先走了 拜拜 别想跑 别追了 三二一 跟我们回警局吧 安全警长 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 如果你看到 有人在卖一些所谓很神奇的东西 很可能是骗子在骗取钱财 我们一定要小心警惕 千万不要上当哦 大家记住了吗 AI变脸芯片术 嗨 小犀牛 兔子妹妹 我们一起去公园玩吧 好啊 我马上来 妈妈 小犀牛找我去公园玩 早点回家哦 我来啦 小犀牛 你在哪里呀 我在这里 你好呀 兔子妹妹 你 你不是小犀牛 我就是小犀牛呀 你到底是谁 我想变成谁就是谁 还能变成你呢 你是坏人 跟我走吧 小犀牛 阿姨好 我来找兔子妹妹 你不是打视频电话 约兔子妹妹去公园玩吗 我没有打过电话呀 什么 拉不拉多警长 有人冒充小犀牛 打视频电话 骗兔子妹妹去公园了 兔子妹妹 一定是被坏人骗走了 看来又是一级AA换脸诈骗案 兔子妹妹很危险 马上去公园 我们分头找 小犀牛 请问 有没有看见兔子妹妹 谢谢 糟糕 警察居然找过来了 我要回家 别说话 兔子妹妹 兔子妹妹 你在哪里呀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兔耳朵 站住 兔子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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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不拉多警长 妈妈 妈妈好担心你 可恶 差一点就成功了 别跑 别跑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到你绿羊 又是烟雾弹 又是烟雾弹 跑哪里去了 他进超市了 我们追 这可怎么找啊 兔兵 你守住出口 小蝶 快用搜索装备 稍等 我的新发明 终于拍上用场了 超级飞眼 飞眼已就位 很好 现在就等零零摇露脸了 糟糕 又飞眼 我躲 这边也有 找到你了 看你往哪儿跑 怎么会有两个杜兵 放大画面 不对 这个杜兵是假冒的 是零零羊 利用AI换脸伪装的杜兵 我们快过去 别想跑 又躲哪里去了 看我的 我看不到了 你跑不掉了 还敢假扮我 跟我们回警局 人物失败了 没想到警察这么厉害 下个任务 你去 是 安全警长 马上开奖 小朋友们 在视讯通话中 坏人可以通过AI换脸 变成你的朋友 或者家人的样子 进行诈骗 我们可以和家人朋友 决定好暗号 便于识别真假 避免上当受骗 一定要提高警觉哦 中奖陷阱 转 转 满分 跳出这样还满分 恭喜你 获得大奖 哇 还有大奖 请前往森林公园领取 我来了 是这边 真的有大奖 又骗到一个了 放我出去 什么 又有孩子失踪了 这是第三个了 坏蛋太可恶了 有心发现 孩子们失踪前 都玩过这个跳舞游戏 这游戏一定有问题 我们也玩一下 我来我来 我这么厉害 当然是选最高难度了 开始了 怎么这么难 我都要跟不上了 我来 我来 走得越来越快了 好累哦 小心 后面交给我吧 满分通关 我们跳成这样 居然还能满分 恭喜你打破记录 获得豪华大奖 请前往森口公园领取 快去领奖 等等 这么容易就能中大奖 肯定是骗子的喧套 我有个办法 就是这里了 杜兵 我们快跟上 往这边 又一个上当了 没看到人呐 坏蛋可能就在复习 要小心 好多奖品 跟我走吧 我等你好久了 是警察 原来是你骗走的孩子们 束手就擒的 居然被试破了 人呢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住林林扬 等着我 你跑不掉了 打不掉 携我这招 好招 看来臭气弹还挺有用嘛 那就再来一次 当然有用了 去吧 好臭啊 失踪的孩子们都在这 我 这样不要做警察 以后不能轻易相信中奖讯息了 我们知道了 安全警长 马上开奖 小朋友们 不能随便相信中奖讯息 因为这些讯息很可能是坏人进行诈骗的用 我们一定要提高警觉 不要因为贪小便宜而吃了大亏 大家记住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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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